畫面劇情也很長喔 不開銀手鎮 還請孟家綺 這生物館可真是不小 從長半天只見著師妹在此揚挺 師妹好心智 在這兒賞月景嗎 二師哥 整得知我在此處 當然不知道你在這兒 我可是找了許久 雖然說知道你不會離開這生物館 但是最近你似乎 不太像是我認識的那個師妹 所以 二師哥 你是在擔心我嗎 是啊 我當然會擔心 你可是我的師妹啊 怎麼 怎麼了 師妹 我 我說錯了什麼嗎 二師哥 對你來說 我 只是你的師妹嗎 師妹 何出此言 我一直當你 是我的親妹妹般 只 只是妹妹 果然 只是妹妹 師妹 你 你是在哭嗎 是我惹你傷心的嗎 二師哥 那你 能不能老是回答我 你對榮月姑娘 又是什麼感覺呢 這 我 二師哥 請你看在我們多年師兄妹的份上 不要說出騙我的話 她 這 我 我從來沒有過這種心情 實在不知道 該怎麼起口 二師哥 你喜歡上榮月姑娘的 對嗎 嗯 這 我也不知道 而且不知道榮月姑娘她對我 是不是 欸 所以這種話 可真是扁扭 那你為什麼 不告訴榮月姑娘 欸 這種事 我該怎麼說出口 況且 萬一她拒絕了 我 我 四哥 要是 要是我也告訴你 我喜歡你 我不希望你只把我當妹妹 你會嫌棄我嗎 你會拒絕我嗎 你會拒絕我嗎 師妹 我 我不知該如何回答你 叫我妥協 你知道我不算言辭 但是 我也不希望傷了你的心 其實我們從小愉快 我只知道 你體貼善良 又照顧別人 我也知道 你對我特別多了一份心思 這些我心裡頭都明白 我也認為能回報你的 就是客戶 保護你 進一份兄長的心 我自己 從未想過其他 但坦白說 當我接到榮葉公娘時 我真的產生了一種莫名的感受 那感受 有點甜 也有點苦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 我 離我自個兒的心緒 就只是想要 多看著她 把她好好的擱在心裡頭 我知道我自己 像個花貓丫頭 沒有榮葉姑娘那麼美 那樣冰雪沖昏 所以二絲哥才不會喜歡我 不 不是這樣的 我絕對沒有榮葉姑娘 而親你之意 你對我的照顧信任 我此生都不會忘 如果你要我為了償還你 而照顧你一次 我也不會猶豫半分 只是 只是情這種東西 總是勉強不來的 我很抱歉 師妹 不要 我不要說抱歉 我不要你離開我 我也不會離開你的 我是你的半信 我此生都會陪著你的 就算只是當妹妹 我也 師妹 你這 又是何苦 師哥 請您不要拒絕我 我不會阻止你去喜歡榮葉姑娘的 但是 就在此 我就只要此刻 請您讓我在你懷裡 任性與回好嗎 師妹 善酷 你會死去嗎 善酷 你會死去嗎 善酷 你會死去嗎 善酷 你會死去 而存在的嗎? 只要帶這把劍回去 對這些指名 就可以過好日子了嗎? 應該是這樣的沒錯 可是 我為什麼這麼的不安? 我應該沒有任何的猶豫 恰恰帶著劍回去 那英大哥 從此恨我 忘記我 讓他能夠接受高姑娘的痴情才對 我是地界的指名 事與女蛙族 長久以來 事不兩立的久離之名 我跟英大哥 是不會有未來的 我應該很清楚這一點的 不是嗎? 但是為什麼我 我會如此的不捨? 我到底還在抱什麼期望呢? 為什麼我的心 會感到痛楚呢? 誰? 對不起 操心你了 英大哥 榮葉姑娘 榮葉姑娘 生意來自何事? 欸? 你的眼角 怎麼有淚痕 你哭了嗎? 是芳菜 被風山挑了眼 英大哥 我打擾你休息了嗎? 沒有 其實我本來也睡不著 只是想是想著名蒙入睡 榮葉姑娘 你也睡不著嗎? 嗯 我想 既然你我都難以沈眠 我們到屋領上淡淡天 好嗎? 求之不得 呃 呃 我的意思是 我也正有此意 那麼 請你把劍帶在身邊 我也想你不會再 不會希望再一次弄丟了 好美 你們稱這 叫做月吧? 是吧 是吧 真可惜我們地界 雖然同樣一片黑暗 就沒有辦法看到這麼美的景致 很少有機會聽你談過有關地區的事 或者 有關你的事 你願 你願願說給我聽聽嗎? 英大哥 你真的想知道嗎? 我只是 只是個在你們眼中 與妖母同屬 見不得天日的半載 在九一之明而已 沒有這回事 不管過去的掙扎 是因而發生 都已經過了這幾千年 為何一定要有後世子孫 背負這個淤洗成念 不管你是九一之明也好 女娃族裔也成 你就是你 在我心裡 是無可取代的 英大哥 永遠感謝你的這份心意 如果 如果 如果我只是普通人 或許 我還能夠 你不是普通人 什麼意思? 我就直接告訴你的吧 英大哥 其實我是先任第一屆統治者 是的 即使在我們九禮一族中 歷代經驗者 都會受到先祖吃油脫墨 夢中先祖都會昭示 至九禮戰敗後 又是甲子之年 就會誕生一名金色同母的低傳子孫 還在不怪任何日照 同時也是九禮一族衝回地面生存的關鍵 也被期待為低階的救世主 那個救世主 就是你吧 是的 我打一出生 所有的命運 就已經被安排得不容有恃 每個子民都對我誠惶誠恐 尊敬萬分 但也因為這樣 我的生活 是被孤立的 沒有人敢同我 像我這般坐下來 彈心說話 但能跟別體有任何同輩共處的朋友 每個人 都以畏懼崇敬的眼神看著我 但我知道 那不是我想要的 直到有一天 長老帶來了一個神情憂鬱的人間女子 說她將 教導我人間一切失誤與知識 她是我第一個朋友 也是我唯一的朋友 我出影見面時告訴你的 就是她的名字 她叫爽爽 嗯 爽爽姐 是唯一 可以讓我說說提起話的人 我只有那時候起 才真正感到自己 活著的是自己 後來我才知道 原來她是無意中闖入地界 而被招惱們認為是天意安排 所以強迫她教導我的 但是她常常安定叹氣流淚 我知道她失戀著某個人 但是我總自私地不願意去失去她 故意默示她的抑鬱 只求她在我身邊 但就在我十二歲那年 我們在獲准出地界施因日照 她突然 哭著跪下求我 請到我讓她回去自己的家鄉 看著她淒楚艾琳的模樣 我就沒有回答 只是默然地站著 直到看著她的背影 消失在視線裡 我才開始第一次放聲控哭 所以你之前才會說出 好羨慕我跟師妹的關係嗎 是的 但是我很明白 我沒有資格運用這種 幹事單純的幸福 我的存在就是為了拯救地界子民 我能夠由一般人的生活或選擇 拯救地界子民 那是怎麼一回事 那也是夢境的一部分 雖然不知為何 我從來沒有夢見過 這個我們所謂自有一脈的聖夢 但是根據我被安排好的命運所知 我之所以可以試煙熱燥的理由 就是要來到地面 就當初砍殺先祖的劍 也就是這瓶九一天村之劍帶回地界 毀掉地界環神九三的九頂封印 環神九三?九頂封印? 是的 環神九三是我們地界的宗著 底部是活動頻繁的龍眼 我們稱之為赤焰冤 而這赤焰環神九三的周圍 則是我們用盡方法 也毀壞不了的九字頂 而這環神九頂 據傳是你們稱為皇帝的雞宣員所註射 原因我們並不清楚 但先祖卻偷夢 一定要回去這環神九頂 我們九零一族 才有機會重回地面生活 而不必受限於陰暗狹小的地界空間 雖然這遠古知識難以考慮 但是你們怎麼能夠單憑一個夢境 就去確定做這麼大的決定 這豈不是有點過於貌難了嗎? 不瞞你說 其實我有著這樣的想法 有時我從幽都宮林 望著這高聳的黃神九三 以及環浪在旁的黃神九頂 我倒不覺得那是智乎 反而像是一種保護 但是這種想法 我又會能夠在傳承的觀念下輸出 傳統是總難以破除的迷藏 任何其他的想法 都只會被視為一端 所以我只會瞞過自己的意識 讓自己隨著既定的命運行走 所以你要是給把這件帶回去 做你自己也不確定的事 其實如果沒有告訴你 這個念頭也只是我心中小小的聲音而已 我不知道該如何提起勇氣 抗衡這個沉重的病運包袱 那我跟妳一起努力吧 啊 殷大哥 你的意思是 我 我的意思是 哼 只顧著兒女情場 連周遭有人 都渾然不絕 有何資格持有神劍 你是誰 你想做什麼 不過是個爐臭未乾的小活子 竟然是神劍寧選之主 還是四項點 把神劍交給我 他不會報天天物 想毒箭 你休想 喔靠 這老頭這麼強 哈哈哈哈哈哈 你們以為他們可以擋車嗎 什麼玉劍的天命 真是笑死人了 我現在就一件破除你的天命 啊 龍葉 你 你竟然傷了龍葉 我不會擾你的 不會擾你的 哼 這女娃兒倒是不要命 肯替你受死 不過 你不用急 我馬上送你的礦塊 讓你們在環泉路上作陪 這是什麼 這件發生了什麼事 大膽道見者 糟了 想走 不 不 不要 不要死龍葉 那些星星 我願意把我的性命給你 只要一醒過來 我不要失去你 老天哪 可惡 竟然一直大力讓他溜走 好 看這繩索 絕非普通人 嗯 還是先看看這女娃兒的傷勢 嗯 這女子是九黎之名 前輩 請你救救她 我求你了 別著急 她一起上船 雖然遺憾的是 她的確離死不遠 但是只要還活著 最後轉機 你還是先扶她進房間裡休息吧 不過 注意不要給她傷口上任何的藥 先包紮止血 讓她浮活在窗 就成了 是 我已經盡力用治療 治療咒術了 龍爺姐姐雖然止了血 但是 還是醒不過來 不要緊 龍爺姑娘本非尋常能等 一般方法是治癒不了的 因此指 你應該已經知道 龍爺姑娘的真實身份了吧 如果 如果你能告訴我們 或許我們還能幫你 想折救 治療 龍爺她 她告訴我 她是帝基的繼任者 稱為幽姬 是吃又一脈的第一傳血清 幽姬 龍爺姑娘居然是幽姬 原來如此 怪不得 神將 已經有什麼眉目了嗎 嗯 即使我本來並不確定 但是觀察她傷痕上的點點藍光 以前她目前昏迷不息的狀況 如今又加上她是吃又血脈儀式 我想 我大大可以確定了 看來神將所想 與我因是一致 是血魂之細吧 看來是八九不離死 起義的是這筆神器 為何會吹動 像吃又相傳的靜咒 血魂之細呢 這點 我就不得解解了 前輩 敢問這血魂之細 對龍爺會造成什麼影響 這就讓我來說明吧 血魂之細是吃又所創的靜咒之一 相傳只要取得 一點重數者的血 就能夠源源不絕地吸取對方的真魂原破 而且又是接近吃又的直慢血鏡 這種咒術的效果越強 即使九零一族的命運十分堪憐 可由此之 吃又並不將她的子民當作生命 而是她自己存活方式的另類延續 只要是為了她自己 每個九零一子民都可以隨時有犧牲的覺悟 是種非常自責毒辣的咒術 那 意思是 懂得她這種顯魂之細 不就 這位姑娘 這位將會因為 元魂被吸盡 而在昏迷中死去 尤其你說她又是吃又低情 衰弱 會更加快速分明 這 難道 就沒有方法可解了嗎 我們並非久力之明 只是聽聞過有此驚咒 但是這解法 述我是一無所知 難道龍焰姐姐她 沒有救人嗎 除非有之前的九零之明 否則我們也是束手無策 九零之明 DJ該怎麼走 跟起前面告知 你是想把龍焰帶回DJ救治 但是 我明白你對龍焰姑娘情深意重 但看著顯魂之細的影響速度 就算你知道如何下達地界幽度 恐怕龍焰姑娘在到達前 就能消香欲損 更好看九零對女外一組 現在仇視甚深 即便你能夠闡達地界 九零之明也不敢讓你全身而退 我不在乎 我不在乎 我給她一無反顧的踢口說的那一件 我也能為自己苟活而欺她不過 就算從今冥府深淵 我也要救她 二師哥 先被急著去送死 年輕人 如果這女娃兒真有福報 或道有義法 你們可以先事上一事 我沒啃及前輩赤告 我在各地斬妖伏摩 正聽聞一些修煉精怪所言 有一名奇人 他們正當為太淵隱逸 雖然身性孤僻人墨 也不愛與人打交道 但對秉性梁上的妖精野怪十分照顧 曾經有精怪誤爽地界而受傷 他居然懂得如何解決地界持有的葬令 雖然他不太可能是久離之人 但極有可能游手淵遠 你們倒是可以尋找此人時事 遠比我們去地界送死要來的理想 太淵隱逸? 那晚輩如何 照尋這名高人 我最近得知的消息 是他曾經出現於洛陽附近 至於他所居何處 這就要看我們的努力與運氣了 如此微薄的線索 榮葉姑娘撐到那死嗎? 我曾經在希望母娘娘身邊 喜樂意識 迴返夢魂之術 以天際自然之氣 將榮葉姑娘所於原魂 才化嘉隆多出鼠份 以延宕即魂之咒 並取出她某些意識意念 讓她暫時清醒 不過 此術至多只能加稱十日上下 且榮葉姑娘無法提氣失蹤 更亡論煽動欲敵 這一點你們可要牢記 是 多謝前輩相助 嗯 那麼我這就實術 嗯 榮葉姑娘 你醒了嗎? 榮葉 因此指 先為心急 這回反夢魂 只是救急之術 榮葉姑娘無法回復全部意識 她只會大約激起 對她來說印象深刻之人之事 若是她記不起的事 不要逼迫刺激她 否則只會加速她原魂的煩亂 對她來說並沒有任何好處 有沒有要多爛點心 先盡量遮忍她的抑鬱 原來如此 我會記住的 嗯 好痛 這是哪裡 你們是誰 我又是誰 啊 我認得你 你是硬大哥 你 你認得我 看樣子 回訪夢魂 並無失敗 那麼 我就先行告辭了 在神劍最後一道嚴厲的選手被迫之前 無力快去追查神劍的下路 公送無神將 殷失指 那我冷夜姑娘的事 我想應該經歷而穩 至於神劍的下落 進去手術 我大概心裡有底了 雖然我十分不希望 就是我所想的那個人 不過此事 你們真的先不用掛心 還是先激勵就此冷夜姑娘為要 並盡量把握所於不多的時間 是 我妹會謹記的 嗯 林大哥 我是誰 你可以告訴我嗎 為什麼我記得你 可是我卻完全想不起來我是誰 我怎麼了 為什麼會受傷 看來她的過程對自己的宿命 麻煩厭惡 竟然還記得我 卻不記得自己的一切 你 你叫榮葉 不小心被壞臉殺傷 我們現在正要帶你去找大夫智商 你可以下床走動嗎 我 應該是可以的 呃 二四哥 你放心 我會好好照顧榮葉姐姐的 謝謝你 師妹 好 我 在進程之前呢 又遇到敵人 啊 太好了 仙女姑娘 我終於要見到你了 诶 你 你怎麼了嗎 你 你受傷了 这位兄台 你认识仙女姑娘吗 你 好生眼熟 你是 我是曾经在场面前跟你聊过几句话 那个落地书生 曲木枝啊 你还记得我吗 曲木枝 书生 啊 我记起了 你曾经送我一朵花 说我什么优比诺兰 傲视双美 我没记错吧 是 是 仙女果然记得我 我取木枝 实在何等疏隆 证明若冠书生是谁 你师妹也笑互凶是谁 容易都要两天后才记起 可是居然会记得她 对了 仙女 你未曾告诉我的方明 刚听这位兄台所言 你是龙夜姑娘吧 我想 我是的 我之前跟着你到洛阳后 你们在客厂门口 竟然疏忽地不见蹤影 然后再见到你就这样了 这里曲木心痛万分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是谁伤了你 这位兄弟 你和龙夜姑娘虽相似 但是我们几个可不认识你 你图治这项一见面就迭续不求 是否有事读书人之理 啊 对了 真是私礼 这项乃是一切不成材的 陆地书生 曲木枝 因为人分所影 在产品中遇见龙夜姑娘 一见之下 敬畏天人 这个曲木枝看来也喜欢龙夜姐姐 不过她的感情的表达方式 比二四哥要直接的多 或许这就是龙夜姐姐 还记得她的原因 是了 天下属言 她是从产品证就卸过龙夜姐姐 看来还是在二四哥之前 嗯 如果让她跟我们一块走的话 她应该会求之不得才是 诶 我在想什么 我怎么会希望二四哥 对龙夜姐姐死心 我怎么会变得如此小心眼 所以 我一路从长平鎮跟着诸位 去营养我的汤兔行进 但是我对龙夜姑娘的心意 天地可见 唯心可表 这个傢伙到底想做什么 不会是在表妹想跟着咱们吧 巧那一副若不禁风的样 手无腹肌之力 如何能够保护龙夜 我在想些什么 我该不会是对这个图字 滔滔不及的家伙 起了妒忌之念吧 所以 我现在决定 不再压抑自己的感情 又有缘缺 世事无常 我不想再只是在角落 吃着凝望而已 我已经做下决定 我要跟着龙夜姑娘 不管是天边地角 刀山油锅 我都会在龙夜姑娘身边守护 致死放休 巧英雄和高姑娘 气上趴下的神情 看来这个书生的出现 可真是吹奏了一尺春水 诶 我在想什么 我怎么会有想看好戏的心态 唉 高姑娘秉性善良 此刻内心的挣扎一定不好受 诶 我怎么会不由自主地挂心高姑娘 我该不会也想躺这场春水吧 怎么大家都不说话 静止用眼睛看着我瞧 啊哈哈 真是抱歉 我一定又放着自说自话的毛病了 言而总之 我要说的是 上回我们失去中以后 我就对我自己立誓 只要有机缘再见到龙夜姑娘 我就决意要生死相水 所以 请让我跟着各位吧 我虽然不会武功 但是哪个闭手放个声 没啥问题的 不是各位意下如何 这位苦苦的辣哥 呃 嗯 你 你说我啊 呃 我也是临时起意 跟着他们摸摸自己的记忆的 这 我可不能决定 高姑娘 啊 我 我不知道 这个 要问我的二师哥 二师哥 这 我 我 我想 既然你是要决定跟着龙夜姑娘 那么应该为龙夜姑娘的决定才对 龙夜 啊 我吗 我 老天爷啊 你可不因为被带我太饱啊 我一群慕之 只有最碎来点 显示座人可是坦荡光明的啊 我已经试图失忆了 别让我情场也无归啊 老天爷啊 我不是真的要小心眼 但是如果那么一点转机 诶 我的意思是 给点机会那二师哥 还是在我身边吧 老天爷啊 我已经养生还没有求过你 不过这次为了拜托你了 可别趁龙夜 此时黄身不清 答应这个家伙 竟然消缴货 老天爷啊 我这不是在幸灾乐祸啊 我怎么一直觉得 有点滑稽 不管如何 这趟旅途 可不不想的有趣 让这个家伙跟着 倒也不错 看来 结果很分明呢 不是吗 呵呵呵 我 我想我是个他 应该也是个好人吧 一起走 没有什么关系吧 可以吗 应大哥 呃 当然可 可以啊 只要你不觉得 他有点防人 不会不会 如果你们觉得我多话 我少说话就是 少说话就是了 曲目之很开心的 加入一行 不过 因为他是个 很多的书生 就是战斗场上 有点力不从心 所以 他暂时只有 旁边关战的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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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一直在忍 我刚一直在忍笑 我刚才忍笑出来 呵呵呵呵 天啊 无言啊 这四个人在想什么啊 老天爷都感动了 呵呵呵 无言 尤其是阴千阳 呵呵呵 阴千阳这个 这个家伙 呵呵呵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心理啦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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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我 我也不希望 他加入啊 呵呵呵呵呵 如果 如果我是主角 我喜欢冬夜 然后这时候有一个 请敌来 跟你抢 我也会怕啊 对不对 呵呵呵 是不是 等一下我会想要去杂火点 杂火点在哪里啊 这里吗 哎对这里 笑死了 好 我们跟敌渊讲话 哦 是英雄 非拉无恙吧 多谢敌渊兄的关心 请说再下唐突 可否向敌渊打听一个人 英雄不必客气 请说吧 不知敌渊兄 可听过一名隐私高人 人称太渊隐翼 太渊隐翼 这我倒没听说过 英雄 我记得那位五千被有提起 这名高人不惜与人打交道 而是对金怪照顾有价 我们不妨换个对象 使得问金怪之主 跟金怪相处 嗯 这倒稀奇 不过你们可以有对象 可以询问 呃 目前没有 这样吧 不是有点消息 倒人试试 前些日子 我在陈江追捕一个小乌鲸 但他十分灵活 请被他逃跑了 我原本担心 这小乌鲸会到洛阳作怪 可是根据流程的消息来看来 他显然是跑到太原去了 我这 正想出发到套园去 恰巧碰上你们 你们或者 可以到太原 跟我一块捉拿他 这样 也可以趁起机会问问 你们要找的人的消息 那真好急了 敌渊兄 不妨跟我们同行 不然 我敌渊想都是一个人独行 况且沿路我还要设下陷阱 否则那只小胡锦可灵活都不得了 还是会给忘记人准备得好 就这样子 等我们的太原城相见了 嗯 敌渊兄一路可神圣些 这我明白 哎 现下四处找没线索 也只好用此方法赌一赌了 敌渊兄你果然来了 敌渊兄 收捕胡锦可有什么进展吗 我就要告诉你们好消息 这只小小小小狡狐 从上被我的陷阱拌住 虽然后来还是被他逃走 但他已经中了一记浮表 因此法力授施不能换为人形 而且现在太原城外接受我设下的陷阱 所以他已经藏在太原城内 咱们可以尽管收出他的下落 这真的太好了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 师妹 你会先带荣燕姑娘到客房休息 小狐兄跟我分头去追查下落 哎 敌渊兄 你是问的我啦 还是 你要我留在这陪荣燕姑娘 你就跟我们一起去查访吧 怎么能让你单独留在这里 哦 也行 二师哥他们怎么去那么久 荣燕姐姐又睡得那么沉 真是好生无聊 对了 何不趁此机会 到城里到处走走玩玩 嗯 上面带你吃死回来 免得荣燕姐姐醒来 腹中饥饿